在我刚快老二的时候 吉利姐就期盼着自己将来会有个妹妹 只是事与愿违 不但出生的是弟弟 还一来就来了脸 但是她慢慢没想到的是 原来弟弟也会陪她坐火镜一张 陪她玩孤卡 当她勾不到扣子的时候 有弟弟会帮忙 还有不管她怎么套路弟弟 弟弟都不会真的生气 更让人意外的是 弟弟居然会说 妈妈 我要给姐姐买生日礼物 用我的要睡前 没错 她很认真 弟弟姐祝你生日快乐呀 你怎么觉得我喜欢这个 那是因为姐姐说的每一句话 弟弟都听清楚了 只是 我的这套书 到底还要不要送呢